就是黎明就已經交往很久了 然後還是會捨不得分開 啊 對不對 嗯 轉角鬱到暗欸 他就從角落走出來欸 對 我就走過去 我真的是 當下我就便宜了 就說了 我害怕 我不會 我要死掉了 我覺得很可怕 可是又覺得好像是不是只有自己 可以保護另一半 所以又必須要勇敢一起來 那種感覺 上哪一點 哪裡 在這裡 你知道我沒辦法用 可是我已經很上面了 不是你這樣就斜的啊 這樣會躺到你的妝容部位吧 你就躺啊 我看一下 欸 好多喔 好髒喔 等一下 比我去補得髒那個字 你告訴我這樣 3 2 1 哇 你明明好風聲喔 小莉姐 小莉姐 換一個 好癢喔 這什麼 毛嗎 那麼多被關心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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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演的是真的 伴侶做過最浪漫的事 為了音音再來呢 有非常多的BL劇 要上了 所以我們想說 趁這個機會呢 來做一個 娛樂的一個行動 今天在床上聊就來聊 雖然說不是BL劇 但是在我們兩個人 相處的過程裡面 也是有發生一些 很像BL劇會發生的事情 誰說BL劇的情節 就不會發生在 現實的情侶生活當中 除了高富帥顏值 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是 不可以對自己沒有自信 你是草莓 我就是草莓 我是爛草莓 我們來回憶一下 我們從交往到現在 對彼此做過很浪漫 很難忘的事情 來 上來 你想參與對不對 上來 好乖喔 好爛啦 我覺得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呢 是 我在跟阿凱交往之前 我就養了七七這一隻貓咪 然後 阿凱跟我在一起之後呢 他自然而然也成為了七七的另一個BABY 但是 阿凱是 過敏皮質 對啊 我到現在拍攝 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還是剛吃了 來 聞一下他的貓毛 不要 他的毛很誇張 也是換毛期的時候 對 因為他很喜歡躺在我身上睡覺 嗯 我今天早上起來很感動耶 你是這樣搂著他睡覺耶 他這幾天都要這樣子睡 那你把我放哪裡了 你為什麼不是搂著我睡 你有發現你在去上廁所之前 其實右邊搂的是你嗎 嗯 所以就我左邊搂的是他 右邊搂的是你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很浪漫的事情是 阿凱無條件的喜歡我 也無條件的喜歡這隻貓咪 然後他現在就是被迫 就是每天只能吃一顆過敏 要抑制自己的過敏 不然他每一天都會打噴嚏 打到一個就是 眼睛發紅啊 然後一直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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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我個人蠻 感謝 然後也覺得很浪漫 或是大家如果有什麼 過敏可以抑制的方式 也可以傳給我啊 對我們來拯救阿凱的過敏 但我們也有在發生很多 真的很像 就會覺得當下好像在演偶像劇 我們最常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工作不一樣 但是我們會下一個點點 就要一起集合這樣子 我們很常會有一種就是 茫茫人海中 一眼只看見你 欸真的是你知道人 就是這麼一大堆 貓藤人海中 貓藤人海中 結果呢我們基本上可以這樣子 一眼望穿 就這樣子穿越這些人群 然後看到的地方 如果有來台北或是台北人 可能就會知道台北車站 是一個多麼多人的地方 就把它想像成是跨年擅長一堆人 但我們兩個就會這樣 然後 老公 然後看沒有 我不會這樣子欸 會啊 你要回我 快點 這裡是3A 我們要先看前面 不是我要還好嗎 我們要尋找 尋找尋找 走不動 快走 太後一點 太後一點 走不動 我們要還原 還原 還原 3 2 老公 什麼 你怎麼回事啊 這陣子有發生一件 我覺得很浪漫的事情 就是你還記不記得我 今年有參與一部戲劇 然後我那時候不是有去排練 對 然後排練的同時 你去了另外一個地方工作 你當天有那個 彩虹面全大平台的工作 然後因為我排練 好像排練的沒有很好 我就還滿挫折的 可是我那天晚上又有跟 哲鴻和他們約好 要去看他的舞台劇 我們就約 一個捷運站的交會口 我們在那個捷運站的交會口 那個月台外面見個面 然後我們就約好在西門站 然後我們兩個人都各自到西門站 走出來之後 我們就不搭下一班車 我們就直接坐在西門站的長椅上面 然後稍微聊了一下天 對 但我覺得那個當下 因為我對於演戲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是很懂 我不會是專業 我也很難說 欸你演得好嗎 什麼的 所以我當下我就跟 就關心一下 他給他一個很深很深的擁抱 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浪漫 但是因為我們在那個列車 然後我們在月台聊完天之後 我們又各自上了 要通往下一個目的地的列車 向左走向右走 可是我們其實心思在一起的 所以不管我們 就是車子搭到哪一個方向 不管是你在月台那邊 然後看我坐上車 然後笑著送我的車子離開 還是我在月台下面 然後看著你 就是從車子裡面走 走走出來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畫面就很就很美 但這個是 就是當彼此都有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會 一個搭不同的畢業車這樣 但我們最常在日常生活當中 最常做的叫做十八相送 就是 我們真的很常會這麼做 就是 可能阿凱奧獨自搭車回台南 然後我就會站在客運站來月台 欸我真的有這支的影片 你到時候可以放在旁邊 真的喔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要去 好像是投票吧 然後我們忙到很晚 然後你是半夜才要回財 回北港 然後你就在客運下面 然後你還記不記得 你是不是在那邊會回家 對 而且我們是會回到就是 車子已經走了 然後就是 喔好那回家 剛好有一隻心裡會有點小小的空 那小小的空的時候 阿凱就會馬上傳訊息 就說 欸我們我出發囉 然後你等一下回家小心 就是明明就已經交往很久了 然後還是會捨不得 分開欸 喔 對不對 嗯 阿凱一直居住在我的心裡面 然後相信我也應該一直居住在心裡面 對不對 但我覺得這段過程裡面 我們也有發生過幾次是 有點類似 英雄救美的驚喜 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服役的時候 然後你有一次就是 喔我那一陣子心情狀態超糟的 就是 情緒在一個新的環境 對 然後就是很累 然後有很多工作 就是我服役的當中 我有很多義男的業務要做 對 然後 但我又是那一種 過多 但我又想要做 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是能打倒我的 我就是迎刃而解 我每一樣都想去做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一個業務是算加班 就是要回北港 然後有一個活動這樣 社會處的一個活動支援 我好像跟你說我要回台南吧 喔對 因為是 六日 放假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蛤好啦 算了我自己一個人好了 就是因為畢竟你有你的工作 我有我的 就是假日這樣子 然後雖然是這樣子講 可是當我準備要回台南的時候 我的機車騎著 就騎到了北港去了 你騎多久啊 大概騎四 也是 一個小時 快一個小時而已吧 然後而且啊 我就是跟處長啊 在工作工作到一半 然後突然 轉角遇到愛呢 他就從角落走出來耶 對 我就走過去 我真的是 我想說想要找看你在幹嘛 然後順便偷看一下 你的工作狀態是什麼 然後基隆 一個月就看到一個 穿替代衣服的藝男在那邊 然後就哇 好可愛喔 就是在上班的你還蠻可愛的 你很常會給我這種 support的感覺 我覺得剛剛像阿凱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那個產業道路 蠻害怕的這件事情 但那個時候是因為 他只有自己一個人 但其實 我們那時候環島的時候啊 環島的時候 我們騎到後來 就是那時候 剛好是七八月暑假的時候 颱風季節最往生的時候 我們騎最後要回來台北的時候 我們騎東北 我們騎東北角那邊 那個颱風那個風大到 就是我們整個停著 然後風就會隨時 把我們往海裡面吹的那種感覺 那當下我就便起 我給我吹了 我害怕 我白話死掉了 可是你這個時候 跟我說你很害怕的時候 我能做我就只有抱緊你而已 嗯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抱緊我 但是你還記不記得有一次 我們兩個人一起去爬山 嗯 雖然那對 那個比較爬山 我們那個叫做步道 對那個對很多登山者來說 只是一個步道 但它畢竟也是在山裡面 對然後我們太晚上山了 就沒有想到山裡面的天氣變化 都吃之快 對然後下山就是全黑的 然後我就好害怕 因為看完紅衣小女孩之後 就覺得怕是好恐怖 然後我們兩個完全沒有人 就是那時候應該在想誰要走後面吧 或是完全不敢回頭 對啊 那不是說在山裡面不能回頭 對啊 然後阿凱就說我走後面 寶貝我保護你 對我們還有約好 說只能叫寶貝跟老公 不可以叫本名 對 因為在山裡面不可以叫本名 對然後我們就是走走走 看到前面有一個家庭 然後說他有沒有叫 通常在這種狀況裡面 你當下的心情是什麼 我當下的心情 我當下的心情 我當下的心情就是 我好像覺得很可怕 可是又覺得好像是不是 只有自己可以保護第一半 所以又必須要勇敢起來 那種感覺 就是我怕是真的怕 我沒有想要假裝 但阿凱可能也是真的怕 可是他要假裝 他很勇敢要保護我 因為如果他都不保護我了 我好像沒有人可以保護我 我們兩個人可能就會在原地爆炸 我們兩個人就會就是像 就是一邊走 然後邊啊 這種感覺 你知道就讓我想到 他其實上台領進去講的時候 他一上台是 啊 就有點那種 好開心的感覺 就是把發自內心的 喜悅也好 或者是恐懼 把它展現出來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真實 就讓我覺得我們最像BLG當中情節是 每一天的早安跟晚安 就是很常在BLG當中可以看到 就是說兩個人 kiss晚安啊 或者是早上起來煮 早餐給另一半吃啊 每次看到這個橋段的時候就會想說 欸跟我們一樣 我們也會做這種事情 對 BLG當中除了撒糖撒狗糧之外呢 還是有很多日常的橋段 嗯 對 我覺得這是蠻 就是說實話喔 沒有人每天都在跌倒啊 會有人接住你 這真的是有點困難啦 當然也會希望 可以做到 另一半跌倒的時候 趕快去接住另一半啊 但是我 你如果接住我 你的腰應該會閃到 我覺得那感覺更像是心理層面的 接住這一方吧 就是有一種 交往的時候 你會觀察到另一半可能 狀況好或不好 內心的狀況好或不好 那你會想要做的就是 當然你也會想要像英雄一樣 就是接住他 可是你也會想要 在心裡面成為他的依靠 就是在內心你也能夠去接住他 喔 講到一件事情 跟我頭上的草莓有關 那看得出他頭上是草莓嗎 因為我很怕吃草莓 我也不喜歡吃草莓 那我覺得最感人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阿凱每次都會 就是假設說剛好有草莓蛋糕 阿凱就會說 那我幫你把草莓吃掉 喔 因為我愛吃草莓 對 你只是其他 不是幫忙 只是我愛吃 不要殺風景 我覺得這很感人欸 對啊 當然像阿凱不敢吃香菜 他不喜歡吃香菜 我就會幫他把羹上面的香菜 都咬到我碗裡面去 因為他愛吃香菜 對啊 但這個愛不愛主 前提是因為當你知道 對方不愛啊 對啊 就是一種生活當中的小貼心 小觀察吧 總不如你交往八年了 然後人家問你說 欸你立曼喜歡吃什麼 你不喜歡吃什麼 你一句都回答不出來吧 我覺得說他如果 你到底有沒有在觀察 他如果要喝茶的魔手的話 就要喝山楂烏龍 或普洋奶微微 他如果是喝清新的話 就要喝多多綠微糖微冰 他如果是喝一般的飲料店的話 就要買酸的微糖微冰 對 然後阿凱很好搞 那 always奶茶 只要是奶茶都可以 那回向囉 代理做過最浪漫的事情 今天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我們幾個 到現在呢 還記在心裡面 或者是就往八年到現在 都還一直不斷在作折的一些 給彼此的愛啊 或是關心跟照顧 那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給大家一點溫暖的感覺 那今天呢 是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我們夫婦伴侶關係當中呢 所發生的 BL劇當中的浪漫的情節 對 那當然可能就是跟那一些 有微美濾的BL劇 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啦 但就是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去觀察看看說 在自己的伴侶關係當中呢 有沒有一些浪漫的故事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然後或許也可以私訊我們 同時呢 你有想要聽我們夫婦聊 什麼樣伴侶關係的 故事啊 或者是主題啊 也歡迎可以留言 讓我們知道 或者是私訊我們許願給我們 我們通常呢 都要大多數都會跟大家分享 好像之前 我們已經完成了很多節了 也很謝謝大家看完 今天的我們床相聊 也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服務照 FB YouTube IG 並且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App 帳號 修行 夫婦知道就可以找到我們囉 那也歡迎加入 服務照 IG 主頁 有一個 夫婦知道 香腸攤的一個網址 點進來就可以加入囉 裡面會有很多 我們私面的事情 可以跟我們在裡面玩遊戲 做互動喔 那我們今天床相聊就到這邊囉 我們床相聊 下次再聊 晚安囉 晚安囉 大家拜拜 吉吉 好可愛喔 吉吉睡了 我們是不是也該睡覺了呀 可以啊 來睡覺吧 那我在右邊還是左邊 你偏哪邊 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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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